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有一个小周天 有一个大周天 小周天在哪里呢 就是肚脉和韧脉工程的循环 咱们知道只注进一根长线 肚脉就是随着这个长线走的 而咱们尾椎就在这个长线上的一个点 所以这个点必须不要多 这个点能量必须高 如果这个点能量低了 那么咱们这个质量就停止了 因为腰椎有问题啊 质量就弯了 就虚了 而且呢 腰椎一旦有问题 腿都那么不开步了 所以呢 这个尾椎工很重要 什么是尾椎工呢 就是端着尾椎的工法 那么你通过当然尾椎呢 质量尾椎所在的这一个整个这个盆腔部位 整个这个跨关脚的部位 它的经络呢 都会有效的得到疏通 气氛呢 有效的得到改善 它的要领很简单啊 首先呢 起势的时候要相左跨开一步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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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脚之间的距离呢 与肩同宽 然后呢 两个手 虎口 对准咱们身体的这个 胆筋经脉线 这个大拇指朝后 大家要注意啊 不要随便这么一掐就行了 要紧量往上 往上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肩膀可能有感觉 另外虎口有很大的感觉 这样掐 然后呢 这个这个膝盖呢 称华丽状态 要微微弯曲 这个这个臀部呢 称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 就微比下垂 但胸部呢 下方体 脚趋于零顶静 啊 胸部 以及头 静是想上的 啊 屁股是想下坠的 啊 中间这个腰子就被拉伸了 拉伸开了 这时候呢 就是尾椎部位 顺着这个尾椎所在的平面 画圆 先 咪是针 四圈 顺是针 四圈 啊 就给大家看一看啊 好 这样 然后 来 然后这样 一 二 三 四 然后反 五 六 七 八 这个动作可能不是很雅怪 但这个动作一定是尾椎在那个水平面上 画圆 首先向前画 画到最前点 向左画 画到最左点 向后画 画到最后点 向右画 画到最右点 这个功法非常的重要 以前被很多可能奇功流派 或者也是要进入了锻炼的方法所采用 这个方法在倒下心电中 是打通这个 小中天中 尾椎部位的一个 切水可轻的方法 中国已经用了好几千年了 所以呢 大家因为现在可能有些朋友 没有接触到 那现在咱们开始讲 击落锻炼法的时候 把这种锻炼 尾椎的方法 再介绍给大家 接下来呢 我领大家 转一下 三骨颈斑 击落锻炼法 站着练部分 这个腰骨骨锻炼中的 尾椎功 现在开始 启示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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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大家记住了 也是八成八拍 你要是做累了 坐舌拍歇会儿 再做下舌拍 八成八拍 手的这个腹口 有胀的感觉是最好的 这样 把顶边咬旋起来 下边往下 屁股往下下坠 以后呢 头部和胸部向上领起 这样腰部就成一个旋转的状态 以后你在画圆的时候 就好画了 这样呢 这个打空小周天 以前武侠小说中讲啊 打空小周天 五公死 什么突飞猛击 后来很多人进行经络销锻炼 或者经络销条理的时候说 打空小周天 是这样的 因为小周天 是给咱们所有的经络 提供能量的 少当然我们开车 走在路上 那个加油站 你说加油站里没有油呢 行吗 加油站里的油路堵了 能出来油给人家加油吗 那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呢 给大家结合一个功法 叫什么呢 叫 侧攻侧推 顾名思义呢 就是对侧面进行调理的一个功法 锻炼的一个功法 这个启示是这样的 左侧 向左边抬出一步 与肩同宽 这个右手呢 右手 这个大拇指超前 不是超后了 是超前 这个 然后呢 走到最高 这个呢 大拇指也是超前 也是超前 这样你看 这样一掐腰 它要顺着身体的胆筋往下走 一直顺着歪股方走 一直往下走 在这个往下走的 本来你的手势是这样的嘛 从这开始 从盆波开始 一个往下 就一个往上 看到没有 伤到最上 这个下到最下 也是侧攻侧推 推也是这条胆筋的经络筋气 它是从上往下留住的 从上往下留住的 接着呢 我们整个这个段里呢 就强化侧面经筋 让它拉伸嘛 同时呢 使这个经气的道普 从 大家来看好了哈 我们起誓的要领再说一遍 啊 接着给大家测试看一看啊 向 向左 埋开以后 与肩同宽 手原来是在中指提啊 外部份 起身的时候 这个向侧面 左手顺着外部份 向侧面下的时候 右手顺着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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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外部份 向上提起 1 2 3 4 就是这样 正面给大家看哈 就这样 1 2 3 4 如果有的人愿意 幅度开大一点点 那是可以的 它比较容易操作哈 好 现在我带着大家呢 把这个侧攻侧推 系统的做一遍 侧攻侧推 现在开始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4 5 6 6 7 8 3 2 3 4 5 6 7 8 跟大家讲一下哈 侧攻侧推 主要带来的经络 就是胆筋 很多胆有问题的 胆筋 胆有问题的人 包括肝有问题的 这个动作要多做一点 我们之后 三不九番呢 可以说 带来整个身体的经络 腰腹部的锻炼功法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 叫腹腰颤 腹呢 就是腹下身的腹 就是这样 腹腰颤 主要的这个 锻炼的是 背部的经络 我们知道 背部呢 有肚脉和膀胱筋 这个肚脉和膀胱筋呢 在人俯身下功的时候 会得到很好的打身 如果有肚的地方 那这样就能打开 做到过程中的要力是什么 首先第一步呢 您这个自然站立 然后呢 这个中指 撬到外部缝 然后呢 这个左腿 向这个左侧 迈出一步 与肩同攀 请示的时候呢 手向前 磨着胃筋 往下走 这样低下身 往下走 走到脚踝部 就握住了脚踝 然后这个 本来你这样 这样一个姿势下来 然后整个这个腿 不是绷紧的 然后呢 你的膝盖 向前那 稍稍的弯曲 弯曲 然后再伸直 弯曲伸直 就能形成一种颤抖 这种颤抖 就叫腹要颤 我做给大家看一下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是这样颤 也是做这个八层八盘 在颤的过程中呢 你会感觉到 伪宗后背 伪宗什么就是 就是他们这个膝盖的后边 这个弯这个地方 叫伪宗 很多人呢 如果是 泌尿绳绳子系统 有问题的话 伪宗的这个地方呢 你用手模拥 会有个大疙瘩 会肿 这个地方 你要使劲的按 扣的话 它会很疼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是伪宗这个部位 这个穴位置 堵了 我们在四种学的 针灸四种学的歌里就说呢 腰背 伪宗球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是腰背不舒服的话 你就通过调解这个伪宗球 然后呢 你的腰背就舒服了 我们这个功法呢 白脸的不仅仅就是伪宗部分 像腿肚子那一段 和脚筋这一段 你搭腿 这个屁股往下搭回这一段 装过后背 这个 这个筋锁 筋锁段 都能得到 有效的锻炼 有的人呢 坐汽车 他已坐到那个汽车的那一座座上以后呢 他这个屁股就 刷刷的凉啊 结果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地方 那一段 皮股端的那个 胖口就堵了 所以皮股呢 长年都是冰凉的 那你这一段堵了 你可想而知 这个胖口就是痛头 经过后背 痛到脚的 你这儿都堵了 下面肯定也不行 冷凉是吧 所以也都堵了 那么通过这个功法呢 就可以有效的 打开整个后背部 包括 臀部 包括 腿部 的糖果经济了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领大家做一遍啊 腐药菜 现在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侧面就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好了 这次提示 然后膝盖往前打一个弯 一 二 三 四 就顿直了 弯一下顿直了 弯一下顿直了 好 这个功法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三 三 三 四 三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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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